就在欧美这些国家要想判处一个人的死刑太难了 有这么两个例子 同学们知道不知道 前两前些就是今年的事 这刚才就是今年的事 中国政府判处了一个英籍的一个中亚人吧 往那叫叫是阿克苏是叫什么玩意 那人是个贩毒的 在中国贩卖毒品 身上查出四公斤海洛因来 拉着就崩了 按中国法律身上带有毒品是可以判处死刑的 带四公斤毒品是非杀不可的 英国人抗议吧 严厉的抗议 说您怎么能杀人呢 你觉得这毒贩子该杀不该杀 他害了多少人呢 四公斤海洛因 他谋财害命对不对 这种人在中国人眼里边 那义无反顾 拉着枪毙十五分钟一下 一枪打死已经很客气了 对不对 英国人为什么要抗议 不仅仅因为他是英国人 我们老说你们干涉中国司法 你们瞧不起中国 你们老觉得中国是一百多年以前 是那个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你们不要在中国面前指着画脚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法律 就中国人反应很激烈 其实你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英国人是欧洲人 欧洲人不认为人的生命可以由别的力量来剥夺 这是他的一个既定信仰 所以欧洲集体反对这事 现在全世界绝大部分的死刑在中国发生 中国的死刑数大概等于世界的一半到三个 明白吗